因为大家形成了这么一个组织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意见 然后大家就会有真挚嘛 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戴小夕 今天呢是想跟大家做一个戴希讲故事的视频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到底经历过哪一些跟HOA有关的小故事小抓马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 我之前有买过三套房子 它都是有HOA的 就是有三个小区这样子 所以呢 我的所有故事呢 都是我亲身的经历 以负面的为主 不是说HOA它就不好 也不是说HOA就是一件让人讨厌的东西 HOA有很多优点 我也知道有人愿意买有HOA的小区 但是可能这也分地区 比如说像在湾区 一些lot大的地大的小区呢 基本是没有HOA的 就是基本是很老 就即便你有HOA也不代表有Security gate之类的 所以说其实在湾区就情况不太一样 那我现在就从我买过的第一个小区开始说 那这个小区呢 可以说是我在HOA遇到比较多抓马的一个小区吧 其实也不是我个人遇到的 就是算是HOA对于这整个小区的业主 可能都有很多 regulation以及业主有很多的一些负面的抱怨 首先呢 就是HOA它有规定说 公共区域不能停车 非常奇怪 说为什么gas parking不能停业主的车呢 因为在我所知就是说我没有认识任何小区 gas parking是不能停业主的车的吧 那我先说一下为什么HOA会有那样的规定 那个小区呢基本是一个condo产权的那种townhouse小区 每家每户都是有一样一模一样的两个车位 不管你是多小的户型或者是多大的户型 当时呢那个小区的HOA的board member里面有两名 是那种白人很闲的老奶奶 那他们呢自己车子是停在车库的 有一些人家确实会不止两辆车 一些业主呢 囤货比较多呀 车库放东西了呀 就是这种或者车库做gym了 或者半个车库做gym了 就只能停一辆的 反正这种其实在美国是很普遍的现象 当然那有如果是single family的owner呢 可以停在driveway 或者是停在就街爬就可以了 但是像是在那个小区呢 你不停在自家车库 你就只能停在get parking了 而且我刚才说了有一些家庭 它可能不止两辆车 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 我知道很多就是中国业主呢 尤其是年轻的 就是刚刚买房的那一批呢 它有一些比如说买了3B 4B的townhouse 会把最底下的或者是两间的这个套间都租出去 反正就是本来可能一个家庭两辆车是差不多了 但是如果有跟租客同住的那种情况的话呢 可能就会有不止两辆车了 白人老奶奶肯定也不喜欢小区里面就是 就是有很多的租客呀 如果其实主要是业主们自己定的 但是业主定他也是有一个规则 就是说首先投票会选board member啊 board member就有更大的发言权 有更大的那个权力以及义务吧 然后他们可能在制定规则上面有更大的主动权 所以说呢就是后来开过几次会之后 好像有一些中国业主就是也争取到了一席之地吧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 这是我的对HOA的初印象 就有一个不太好的初印象 第二就是后来因为我忘记了某些原因 导致有一些业主想要起诉HOA 因为在美国这边起诉HOA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首先官司一打会打很久 在官司期间如果你想要卖那个房子的话呢 你们小区如果有诉讼的话 有很多的银行是会不接这样的贷款的 也就是说你只能卖给全现金买家 想要卖房的那一批业主呢 就是反对这个起诉这件事情 所以说就是最后应该是没有起诉吧 这里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点 就是HOA还有这样的一层隐患 就是如果你遇到的 你在的小区有这样一个诉讼问题的话呢 或者即将有诉讼问题 你正好要卖 我建议你就是在诉讼开始之前把它卖了 我的loan agent之前告诉过我呢 如果你的产权是townhouse 或者是甚至是single family产权的 那么即便HOA有诉讼呢 影响就不大 那同样在那个小区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吐槽的点 就是那个小区HOA要求住户吧 就是搬进或搬出 那都必须有一个500刀的security deposit 然后那个钱呢 其实是我也可以理解 就cover说万一你此次搬家过程中 伤害到了就是小区公共部分的任何部分 比如说是外墙啊 或者是小区的那个绿化呀 路面呀 反正就这一类的 就是他收一个deposit 然后到时候看没有什么问题 再把钱还给你 我为什么要吐槽呢 就是这本来也算正常 因为他也没有来检查 他最后就随便让你照一张图就ok了 他也没有说真的亲自来看 所以我觉得其实挺不负责任的 也许你真的损坏了 但是只要你记得去把钱要回来 他还是会把钱给你 但是也许你什么也没做 甚至没搬家 然后你就忘了这笔钱了 那钱就放在那了 小的不便 就是积在一起 就会变成一个大大的吐槽 另外就是一个大家肯定也都知道的点 就是这个是对每一个HOA都一样啦 就是不是限于第一家 就是所有HOA呢 它对于你做任何的装潢 都是有一定的要求 你需要先审批的 之前经常有人问我 promit要不要深 其实如果你住了single family 而且跟邻居很和谐 而且你就是 你活也很小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看你自己了 但是一旦有HOA 这permit就必须深 像我就装修过有HOA的房子 那个HOA它是在批的时候 是要看你permit的 至少我那个HOA是的 它不光是说对于你室内 可能它需要有一个知情权 对于室外呢 它是完全有一个决定权 就比如说你如果小到换一个 室外门的门锁 就是大门的门锁 它都是会告诉你 我们整个小区必须统一室外门锁 你要换只能换哪个牌子的指纹锁 我第一个小区的话 它就要求所有人家的窗帘 或者是其他的那种window treatment 都是必须一定要 对外的那一面是白色的 怎么说呢 有好有坏 肯定有人愿意 住在一个和谐统一的小区 那就为了这个统一 就要付出一点自由嘛 然后第一个房子的那个HOA呢 当时好像还换过一次物馆公司 当时好像是因为业主们对于前任物馆公司的那个财务状况不是很满意 每一年啊 他报的那个cost都虚高了 然后那个比如说 他说付给业主们的那个纸张和信件费用 就是包括那个邮票啊纸啊 more啊 加起来花四五万美金 反正就是听上去就很夸张 就核算到每一家可能要几百刀 第一家当时还有最后一个小故事 就是那个小区呢 就时不时会有一些偷包裹呀 之类的这种事情发生 然后就业主们就想要有一个 surveillance camera监控设备 这样一个服务本身也不在HOA的范围内 那为了做这件事情呢 就是大家就要集资 总之大家额外要摊这笔钱 那他就摊到每家要每个月多出几百刀 然后持续出几年账字 比如三年每个月多几百刀账字 有的人家他愿意付 很愿意很积极去推这件事情 但只要有不愿意付的 你就推不动 所以反正就会有很多很多的drama和conflicts产生 因为大家形成了这么一个组织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意见 然后大家就会有真挚嘛 然后后面的两家呢 其实没有多少drama 第二个小区呢 他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 首先他的费用就比第一个小区高了只有几十吧 但是他有全年恒温的泳池 然后jacuzzi等等 性价比很高 而且那个小区就是说也没有那么多的乱七八糟的规定 什么这不行那不行 什么guest parking 什么不能停业主的车 这不存在的 就是唯一一个小小的槽点 就是后来我去pull一些文件的时候才发现 我其实那个小区是有两个hoa的 那个小区呢 他有个总小区和紫小区 然后其实因为hoa一直我老公在付 我也不太清楚 其实他每个月付的hoa就是有两个分开的费用 是分别付给两个hoa的 那个费用加起来三百多 所以我也没觉得很贵 但是铺文件的时候呢 那个一般别人铺个hoa dock就几百道 我因为有两家hoa 就那个dock费就要一千多 这个我从来没有铺过这么贵的hoa dock 所以我有点shock 第三个房子呢 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槽点 他在我买来之后呢 他也做了很多实事 然后甚至是把外里面全部装修了一遍 这也不是靠临时大家在额外集资的 就是用reserve money做的 对 然后那个小区hoa唯一的一个 让我稍微有点不爽的点 就是首先那个小区相对比较老一点了 所以他的hoa就比较高 那hoa本身就是我买的时候就四百多了 然后买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涨了三十 因为就是等于跟我买的时候 我以为的价格就不一样 所以我买下来的时候还稍微不爽了一下 结果没想到呢 第二年他又涨了三十 第三年又涨了三十 反正现代差不多就六百左右了 那我之前呢在硬伤房视频里面就有跟大家分享过 有hoa它不是什么硬伤 但是呢就是如果hoa费非常的高 这就是硬伤了就有很多买家呢 会filter掉那种hoa非常高 比如说八百以上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劝大家就是在看到hoa特别高的房子的时候需要三思 那今天这支视频分享给大家主要也不是光为了吐槽我遇到的hoa的drama 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购房的时候呢可以重视一下hoa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在disclosure里面如果这个小这个房子是有hoa的呢 一般他都会把hoa dock附上如果他没有附上请你不要忘记去request一些规定什么的 其实在hoa dock里面都是可以看见的 比如说这个小区可不可以出租啊出租的percentage是多少啊 比如说你买来是打算投资用的 但是他现在出租比例已经用满了 那你买来就是不能出租的 那这种情况下你不是就坑了吗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hoa的那些rules和policies 所以大家不要就是说想当然 一定要看清楚hoa的那些document 这可以说是disclosure里面最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因为像是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噪音问题或者什么 你其实不用看disclosure 你自己就是可以发现 但是这种hoa的policy你是只能靠看的 好那这就是这一期的全部内容 我接下来呢也会分享除了 比如说是跟装修啊家建就是adu相关的这些内容之外呢 我还会做一系列的看房投资买房 买自住房等等的一系列的内容 就请大家期待一下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